其實我在這個圈子裡面 也還滿久的 我覺得這條路還滿爽的 但是也很難 那我覺得其實最主要是 就是大膽的做自己 對啊 我覺得 音樂沒有什麼對或錯 要選手們在舞台上各自展現實力 節目不只找來嘻哈潮流女神蔡詩芸 還有天王天后御用製作人陳兴翰 以及顏色創辦人迪拉胖當評審 這一季的舞台有很大的改變 真的比較像是一個battle的stage 然後有點UFC格鬥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就很像是 拳擊比賽的評審 全新一季超炫舞台 將攜手知名製作人陳振川 再引爆一波嘻哈浪潮 接在大西亞時代一這麼好的成績 後面其實壓力很大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把節目做好好嗎 一共八十組歌手 通過海選將正式參與比賽 參賽者還包含藝人金揚和陳信偉等人 我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大家有一起聚在這裡 有一個能量的感覺 然後我目前是沒有 還沒有感受到緊張 台灣首創嘻哈音樂節目 含金量超高的舞台 挖掘不少饒舌歌手要再創新紀錄 三零七晚再見 尋光聲音天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